罗小老师的这段话跟大家共勉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不真实感 当然这一种不真实感呢 让我确实有点成观成果 恐怕自己名不服侍 所以只是希望呢 自己能够不辜负命运给予的安排 能够不辜负命运给予的剧本 只是我个人呢 其实也不太相信天道酬勤 就是如果你相信天道酬勤的话呀 很容易导致人走向骄傲 或者是走向虚无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成功的时候 你觉得是靠你努力拼搏得来 你配拥有这一切 所以你就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 但是当你努力 最后依然失败 依然是一事无成 你又会陷入一种极大的暴力 你会全的天道不顾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一种什么情节呢 我其实个人更倾向一种悖论式的命定 第一人生中大部分的事情是你决定不了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尽力而为 就像刚才所说的 95%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可能决定不了的 但是我们依然要用5%的努力去撬动 那95%你无法决定的事情 防止尽力而为 但同时要接受命运一切的安排